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里 但我出现在上海 有中国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15年前是奶奶让我的生命有了孙爷 我是一个黑人 黑色的上海人 镜头中的这个小孩 看上去就和我们身边的孩子 一点都不一样 可说起话来 却又是个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被称作黑色上海人的猪君龙 小名叫宝宝 是个从小被遗弃的混血 猪奶奶在买菜的途中发现了她 为了救活这个小生命 不顾一切地把她带回了家 可是这个忽然降临在家中的 这个小黑孩 也让家人们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一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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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coal 1500 15级 12厘 德德 Israel 超越 momentum Ivan 两年 им 够了伸了伸 five 送十个 哦 好大的 不要钱 谢谢 谢谢 来 chilled 那来来送给你送给你 好 Armstrong 刚好 онов 宝宝来到这个家里的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接踵而知的问题仍然需要一点一点的解决 奶奶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甚至有不知情的人说 这个孩子是儿媳妇跟外国人生的 对这些传言家里人都挺了过去 可是到了上学的年龄 奶奶是真的被难住了 如果上不了本地的学校可怎么办呢 我地方里有个狗老板 老板有子有姐 她问我你肯不肯 给我我给她讲 你又是能养这个小孩 我懂一个 你又是你这个小女孩 一到这都不可能 我的广东这才我一把 我这个小女孩 不办法办 我两千了 鼓啊鼓 两只老鼓 两只老鼓 跑不快 跑都快 然后后来不乱上了吗 我婆婆不去 开始跑上面吗 跑这跑那 跑了一两年了 她才把她跑下来 才进了这边的当地的幼儿园 一个月 一个月 不是一体别 我跑到那边 跑到这边 吃好吃的地方 我通通吃 我不是吃吃 都是个别人吃 无所谓非亲非故 也不顾流言蜚语 在办理了合法的手续后 祝君龙终于在家中 安稳地留了下来 现在 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 没什么区别 一样地上学 一样地成长 回归到故事最初的原点 在十几年前出狱的时候 是奶奶的一颗善心 赋予后续故事 发生的可能性 我最大的梦想 是当一个厨师 人人都要吃饭 你做个熟师 你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烧顿饭 你做饭的时候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你做出来的食物 也并不非常好 如果你心情好的话 那么做出来的食物 也就好 是传递自己的心情 如果奶奶不把我带回家的话 那么我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在那边 没有人管我 就是风大雨吹 说不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就是说我心里 还是非常感激 我奶奶的 就是这个地方 Shim PAO 这一个人他们从关系